Bencer 欧阳伟豪最近不教中文 转行做导游带大家去旅行 他和戴祖怡 林颖童 孙淑雅以及郑延峰 将会为观众介绍香港本土旅行团 发掘香港特色经典 这天即朝上五位都以运动造型亮相 三位山系女孩还露出小蛮腰 Bencer说这次去了很多新地方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都有很多东西玩 因为我们是一个旅行团 是一个适合一家大小的团员去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比较轻松的 比如说这个 太平山那个丝高山 丝高山是比较容易一些 就适合我们在团员里面的Bella Bella是比较小区 是爬山的一个旅行团 一个旅团友 OK 那其他几个呢 那全部当然就是一个expert 她是专家 她每天也在爬山 她工作之前也在爬山 她自己也是住在什么山的 好像我 对对对对 还有我们去完爬山之后 我们就去当地的美食 感受当地的文化 还有这个在元朗我们的这个船壁上面有很多的壁画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一个爬山的节目 还有介绍很多香港人 你也没有想过没有去过的地方的一个节目 Lenor的绯闻女友冯盈盈最近是非缠身 日前又指她和一个西装男共进午餐 盈盈其后否认报道 曾经只是请教投资意见 同时希望大家不要打扰她的朋友 不知道Lenor又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其实也再次说就是我们 我跟她的关系是一直在好朋友好同事好大档的关系 那讲到那个新闻就是刚刚进来之前 有记者朋友才告诉我 我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所以不能说太多 但是我只知道就是 这位朋友也不会跟我说他跟谁去吃饭 我也不会跟他说我今天跟Message吃饭 跟他吃饭也不会说太多 所以也很正常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给年轻人多一点空间 让他们思考他们的这个事情 我们的这个非劳呢 最好就小说一点去画像 Ben Sir Sir跟我说这世界那么大 不要把自己的眼光放在一个点里面 一个人上面的一个点里面 我们应该就要爬多一些山 在看他这个世界的风景 有不少美景都需要长途跋涉 又要爬山非常辛苦 而且还要面临大部分女艺人最害怕的问题 就是晒黑 因为我自己爬山就长度会圈比较长的外套去反晒 所以我也没有再怕了 还好我觉得 对因为我们就算怕也没用 也是因为黑 所以我们不怕 我其实挺怕的 不过最后就怎么说 看开了 有自己黑 因为我这里已经黑了一个圈 就是换了新的粉底液 不过你摆得很快 所以没关系 对 我觉得其实辛苦就是体力上比较辛苦 不过我们心态上是非常开心 因为很难得可以跟Bella 珍宝一起爬山 然后又一起吃好吃的东西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赶产旅行团一定要开足处 我们期待那个足迹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例如变成日产旅行团 美产旅行团 澳洲产旅行团 对